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反共反中共专制是真心诚意的 而不是说因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时期的一种情感被刺激等等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们应该是早就已经意识到 我是一个坚定的是会终生反共的人 所以说呢他们从实际上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这种动作 应该说从我在1990年刚刚开始在多伦多参与民运活动不太长时间 因为第一年的六四屠杀的第一年纪念之前就开始就开始对我进行这种手段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一个是不太可能料到这种攻击抹黑这种恐吓会一直伴随我这么多年 那么第二呢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所以说我深知中共它的这些手段虽然说很难受 但是呢也并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意外特别震惊啊等等 比如说1990年那我肯定是全身心的在投入举办六四屠杀一周年的纪念嘛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是一周年所以我们的活动频率特别特别的紧密 特别多的事每天就是忙的从早到晚就是真的是起早贪黑的 然后呢他们他们居然把我的电话 就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的就是家里边的这种家庭的电话 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到了多伦多中国城的一个南公共厕所里边 然后就说我是提供性服务的 那我就不断的接到这种电话 刚一开始非常意外因为没想到会这样嘛 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 我是你在这个厕所里边看到你的电话的 所以我才打给你的 我才明白是这样 而且还有寄那种色情图片啊寄恐吓信啊给我 那个时候都那时候都不知道报警 因为觉得觉得共产党就是本来就是会这么做嘛 而且呢因为在加拿大也不是很熟悉一个西方国家的这种整个的体系 它的社会制度它的这种公共服务什么呢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1989年8月份来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跟西方国家差距是特别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一直不知道 那么等到后来就是这种攻击就没有停过 从来没有停过 只不过呢应该说有的时候就更加的集中 更加激烈更加有团队性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1996年 我终于决定想要回家看看 回北京看看 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几年 然后那个那段时间就特别想家 所以我哥哥还从美国坐飞机来陪我一起回回北京 我是一下飞机就被抓了 那个他们的动作很大 他们呢首先我的那个航班就没有接候机楼 就停在了停机坪 停机坪然后我们从那个悬梯走下来 就已经有持枪的武警就守在悬梯旁边了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还在想怎么用这种方式来接这种国际航班 这不是很吓人吗是吧 等到我被抓了之后 我才知道他们是为我准备的 那省了我一天一夜 第二天的就是原机把我潜伴回加拿大 也是在机场 他们是向我宣读了一个一个声明 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然后是持枪把我押进飞机的 那我真的是没有听到其他的朋友 有叙述过这种类似的经历 都是有的是回去以后被警告啊 被跟踪啊或者是被找啊 那有的人是被阻止入境啊 但是这种十枪接十枪送 我真的没有听到别人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点想要吓唬 他觉得你是一个女人嘛 可能一下唬就吓回去了 但是他们太不了解我了 那后来呢 你看我一直就一直就非常忙 我觉得如果说从海外民运的这个群体来说 从1990就从1989年 因为从89年的年底开始筹备在这边建立民运组织嘛 那一直到现在一直从头忙到尾 从来没有停过 没有淡出过 没有缓过 可能我确实是可能我确实是第一 那这样的话呢 肯定招致中共一直是很紧密的盯着我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比较早的意识到 就是在海外一定要有一个广泛的 一个受压迫群体的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共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跟藏人社区 维吾尔社区 那台湾社区 香港社区 蒙古人社区 那就不用讲了 甚至包括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包括像东欧的那些国家 东南亚的 像越南 缅甸 朝鲜 日本 印度 反正我能够 能够联系得到的 我都有 都有联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上呢 我相信共产党应该是引起了他们对我极大的注意 因为觉得我就是比较好像显得比较有能量 而且呢跟蒙为葬的海外社区 跟台湾香港社区都有非常好的合作 然后呢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这一点我始终认为共产党他是非常介意的 他非常的不喜欢不高兴 像我在2000年的9月9号 我在家里边呢就办过一个家庭的聚会 这个聚会我当时是为维吾尔社区办的 因为呢他们来了一些移民 那时候人很少 那时候可能在多伦多也就是百十来人的 但是呢 加拿大社会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了解 所以我就请了当地的一些媒体 几个像英文的媒体 中文的媒体 然后请了一些维族的朋友 还有当时也有藏人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法轮务学院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在我家里这个家庭聚会 当时人民一报有过一篇文章 叫称我们是五毒聚会 他就是把这个独立的毒跟毒药的毒 是因为在中文当中是同声的嘛 是所以呢他就是用了这个字 然后就说说我们这是一个五毒聚会 我不知道在这之前他是有没有用过 反正这一次我是第一次见 那再后来2012年的时候呢 我是决定要出来竞选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 在这之前其实我做了很多年的副主席 大概做了九年吧 那么在这一年2012年 因为当时我们又是改选 没有什么人愿意出来接这个弹 所以我就想出来竞选 在这之后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团队性的 真的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攻击来形容 因为从12年 因为我是12年的10月份改选 担任了这个主席 那么从那之后 一直到2017年年中 就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最紧密的时间 那在这之前呢值得一提的是 在2006年5月份 我们在欧洲的德国的柏林举办过一次 我们叫做全球支持亚洲及中国民主化论坛 在这个论坛呢 有一个叫有一个人笔名叫小平头的人 他呢就闯到这个会议上 因为他没有注册 没有报道没有一开始没有报道登记 所以他是闯来的 但是呢因为我觉得他是在丹麦 我觉得他这么远来就蛮让人尊重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就给他登记 给他安排住宿 然后就接受了他来与会 结果在这个会上他就开始闹 闹了之后呢 从这个会议一结束 他就开始写系列文章 就揭露我是中共的间谍 他从2006年5月份一直写到现在 他的他真的是写了几百篇 那么很快人们就意识到 他是中共的人 因为他如果不是中共的人 真的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 然后他就后来把他的攻击面 攻击到几乎所有在海外 有行动能力 有这种公开态度 有话语权的人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 他不是仅仅是说 跟我有什么 就是说看不过去的 或者说就有什么意见等等 那显然他是有任务的 那么在他这之后 就是2012年之后的 那次的那个团队的 应该说呢在全球突然出来了 大概八个人十个人这个样子 那其中有一些人是从来没有见过 没有听说过 连名字也没有见过的人 就出来每一天有点像发稿子 就是每一天有这么千八百字 那时候呢 我们明镇的其中做过主席的一个人 叫费良勇 他组了很大的一个电邮群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 这些平台还不是那么的活跃 像那个我们现在用的电报啊 WhatsApp啊 Line什么的时候 都有的是有了 但是也不这么常用 所以还主要是电邮 那电邮群 有的人跟我讲说有十万人 因为包括国内 包括国内很多很多很多朋友 他们都每天收到那些 就像每天的简报一样 每天大概有这么三五篇 七八篇十来篇 就是攻击我的 那特别过分 就是凡是你能想到的罪名 凡是你能够想得到的指控 全部都用上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 我也好奇嘛 我把他的那个指控列过 三十四类 一百多项指控 反正就是你能够想得出 对一个人的恶毒的语言 都用了 这还不说 那么最重要的是 他把我的家里人 把我先生 我妹妹 我哥哥 我叔叔 包括我87岁的叔叔 都放在这个群里 让他们就每天陪着我收入 那我呢 有跟我先生说 你退出去 他退不出去 他的那个电邮群的设置 如果没有一个 强大的技术力量的支持 他是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呢 除了我先生之外 当时直接对 直接回应这件事情呢 包括在澳大利亚的 陈永宁先生 还有在英国的张普先生 他们都说退不出去 只要你点击退出 你就会收到一个 电邮的一个回复 告诉你 因为你还在什么群 什么群 什么群 就是你凡是在的电邮群 他全能监控 然后他会说 你只能 你只要退出所有的群 你才能够从我的群退出 你听得明白哦 就是他的这种设置 个人的技术 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很艰难 因为我是一个很 我是一个很要强 很重荣誉 很重尊严的人 那么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每天从早到晚 就是这么被骂 可是呢 我不能不看 我不能不看这些信息 我不能不打开我的电邮 因为我是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 我还得去运作这个组织 我还得继续做我的活动 我还得继续 以往所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呢 甚至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 要想打开电邮 我真的觉得心都在发抖 那这个情况呢 后来就恶劣到什么程度 他就开始救一些 我的人到原住 我做的一些公益事业 以及包括我的家里人 开灯 开灯